主席 各位先進,我們請一下文件會的長官來回到 來,盛主委 來,盛主委 委員長 盛主委,你好,這個要首先恭喜你啊 這個在上任這麼短的時間,文創法已經審查會通過了 但是我現在提醒你,今天決算,這個賬不在你身上 但是我們來看,我們的決算報告提得非常清楚 文件會從九十二年開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自九十二年到九十七年總共編了十八億多 但是到九十七年底只有執行十三億多 執行率不到百分之七十五,只有七十二點多 進度是嚴重落後啊 大家基於厚望,一直覺得說台灣啊 是全球華人創意中心在台灣 理當我們要很快的有創意產業 我所看到的朝野立委不分黨派 一致支持,一致力挺 只要文件會提出任何的經費需求 幾乎沒有第二句話,全力支持 可是你們前面幾個主委,你們在做什麼? 進度落後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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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後 主委啊,這個你要不要提一提你的想法跟看法 怎麼樣文化創意產業接連的法要通過了 怎麼樣大力來推動,你有什麼想法沒有? 是,感謝委員的這個支持跟指教 那過去落後的原因,我初步也的了解 就是說,因為有很多是文化創意園區 它的一些硬體建設 那我們文件會的同仁在這個硬體的建設上面比較相對缺乏經驗 所以在很多執行上面,硬體上面會比較延宕 那我們未來在推動上面,也很感謝這個委員的支持 我們其實在文創法也能夠順利的通過委員會 那我們有了文創法,它的這個法源根據以後 我們希望把這個環境整備能夠做好 我們會成立一個中心,然後這個有專責的人 因為現在很多文創,其實台灣的創意都有 只是說他們在小型取得 他沒有集中起來啦 所以你們園區,你目前來講 對不起,因為時間很短,沒辦法讓你唱所議員 你們現在總共就是有五個地方 台北、台中、嘉義、花蓮 其實台南的倉庫,其他是九場 來給它弄 這裡面來講的話,我要 就是說,能不能我們反過來做 reverse,逆向思考 這些東西你點出來之後 趕快地方政府,請他們積極規劃 好,跟你配合,因為畢竟地方東西啊 你,我想中央不見那麼清楚 另外一個東西,我要提一個東西 我最近這一陣子到台東去看 台東,台東原住民這麼多 台灣的文化,絕對可以保存下來 花蓮當然也多 可是就相對,人口比較,像台東 它的原住民,大家佔得所有人口三分之一左右 它的土地面積是台灣的土地面積的十分之一啊 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這麼多的台灣原始的文化 在那裡,我是很納悶喔 為什麼沒有納入你的文化 文創產業園區規劃裡面 你有沒有講到 當時的規劃,我了解的背景 是因為,跟台唐土地的取得是有關係的 所以說,都是有點遷就 有些台唐既有的土地 台東也有很多台東土地啊 也有很多台東土地啊 台東我們現在,台東的生活美學館 其實是很密切的在推動台東方面的 但是不夠集中啦 好不好,我不是來這裡台東 可是我整個看了,我到花蓮去看過 我到台灣去看過 我覺得台東這塊地方啊 真的是文化倡議產業很值得去的 而且,我去看了幾個 類似Workshop一樣 就是那樣子 假如你那個文化倡議產業園區 能夠把一些藝人啊 或者一些文人啊 比如說他有什麼創作 然後類似 等於是類似變成一個育成中心 對不對,類似一個育成中心一樣 然後在那裡 一個園區裡面 兩百個、三百個 畫廊也好啦 或者書法這一部分也好啦 什麼樣都好 在那裡有個創作 類似研發的雛形 就所謂的Prototype 然後那邊出來之後 去大量去賣去銷售幹什麼 我覺得這整個來講 應該是很值得去開發的 你同意嗎 是,我們往這個方向去研究 你去找一下台東縣長啊 去研究看看 另外同樣一個東西啊 如果幾乎 我不知道你看過這個 這個這個麗江 這個張藝某的印象麗江沒有 我有看他其他的系列 你看過沒有去看過沒有 我看過雲南的 就是雲南印象那邊 印象麗江 是是是 就在雲南沒有錯啊 就在麗江那個地方 是是 你看那個用那個大自然那個地方 有沒有台灣 有沒有可能 類似搞一個這樣大的劇場 可以每天從頭到尾 然後觀光客一直圓圓不斷來 有沒有這個可能 有我跟委員報告 這其實是我現在很想激進推動的一件事情 而且 現在也有一些眉目了 因為我們的觀光客來到台灣 晚上我們母親了解他大概只能去夜市 所以很多台灣的文化台灣的這種藝文表演 他們反而沒有機會欣賞 所以我們現在初步在北中南 這個觀光客比較多的地方 我們都希望能夠有一個這個叫我們叫定幕劇的表演 把台灣好的這個藝文表演 能夠固定每個晚上的演出 那這個重要的一個關鍵是跟觀光這個業者的配合 如果說旅行社可以現在旅行社的一些導遊 他們比較不願意 因為他們來到這裡拿到的那個 這個等於說小費會比較少一點 那我們如果跟他們能夠談出一個合作機制 現在我們在北中南都已經找到了 有可能能夠做成這件事情的 這個固定讓台灣藝文表演 每天固定演出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我希望說在明年能夠把這個 這個方案能夠具體的把它完成 就是讓就是類似 讓這個你講的這個印象系列 每天都有演出讓觀光客 在台灣晚上不只能夠去看夜市 才能夠看到我們台灣的藝文表演 我想我想這個 這個真的要要主委 這個任重道遠 你可以看喔真的 台灣這樣資源是嚴重的扭曲 那麼花東地區其實資源是嚴重不足的 台東明明明被規劃為 規劃為兩岸直航的機場 六大機場之一 到現在為止一架也沒有 大陸陸客來這裡幹什麼 你才不做啥 對不對 我覺得像類似台東也好 花蓮也好 這些 這些 這些我們其實有很多台灣的文化在那裡 這個應該好好去跟他們的當地政府 好好去hook起來 那麼他們一定有很多想法 我覺得文件會這裡可以去認真思考 往那個方向去走 不要讓大家覺得 如果來這裡就想到去阿里山阿 阿里山不是不好 我覺得很好 但是台灣畢竟還有我們的東部地區 這一塊需要我們這個文件會 更加的更多資源的出入好不好 是 好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請一下這個我請國歌會的出入好不好 好 來 國歌會 好 好 好 這個 我們的審計部齁 一樣對於類似剛才的齁 你那個各園區土地 閒置比例喔 將近二十趴啦齁 然後有兩百多 兩百五十幾公頃喔 不得了啊 這裡面啊 這個沒有承租使用喔 各園區的開發土地閒置比例喔 南科高雄園區 土地閒置比例超過五十趴 榮潭超過三十五趴 平均各園區閒置比例十八趴 這個 你要不要稍微解釋一下齁 你跟我們要這麼多資源 開發這麼多園區 到現在為止 閒置率這麼高啊 特別是台南高雄 怎麼搞的會超過一半是閒置的啊 對 主委啊 賴委員 我們齁 就過去一年來我們 積極在 處理這些問題 像榮潭的我們也處理得差不多 現在已經 廠商可以進駐解決那個水保問題 那 榮潭全部合配完 剛剛他補充 那另外高雄是一個大的問題 我也發現這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推動了 醫療器材專案 還有力能產業專案 然後我們 我們是齊媒齁 他廠都建好了 現在跟群創併在一起 我想資金有 那個假如進來的話 那個產值就會提高的很快 那我們也加廠招商 那像新竹生衣延區 主委啊 主委啊 老實說啦 這加廠招商這不是你們的專長 我一直主張喔 老實講啊 這個國客會不要去管科學園區 你們就管園區好了 那一塊園區乾脆交給經濟部來經營算囉 你怎麼樣你覺得怎麼樣 這是這樣啦 這個園區的廠商一定反對 你割土地你又不願意來 為什麼反對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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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園區的出租率啊 是比其他的高很多啦 然後 我們帶動的產值也很多 我們將近兩兆 二十萬人的就業率 那這個 但是老實講 這一些都不是 認真講解都不是你 你 必須要去過度關心的 這個經濟發展 產業發展是經濟部的啦 還有跟委員報告 老實講 我一直主張啊 國科會底下 國科會的任務 執掌應該單純化 好好的做國家科學研究 是 好好的去做更上 更這個上游的研究 不應該去搞底下產業 來我跟賴委員 奇怪 這個你要長園區 園區不應該那麼大的土地 園區最該做什麼 做incubation 做育成 不應該做must production 你跟我講做什麼群創 那個都must production的啊 不應該放園區啊 那個賴委員 賴委員講的齁 我了解 但是 現在全世界 各個國家 最重要的就把 教授的研究經費 沒有錯 研究 跟園區結合 國科會 那個是incubator 那不是must production 這個不要弄錯 你不要去confuse 還有科學園區 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只要不做研究 我們不讓他進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園區裡面 都在做 Assembly 都是 然後稅率非常低 對 你剛剛講的群創 就是歷史啊 他做什麼研發 我們研發 就是做Prototype的 對 不是must production 對 所以你們有一個 結構性的 你們有一個迷思 第一大就是美 啊搞了很大 其實 不應該去搞這個東西 你們應該去搞 incubator 然後去一個一個開發出來 我沒有時間講 我馬上 我馬上這個 這個結束了 比如說 我們的 我們的 權力 擁有兩千多件 的權力啊 可這裡權力金 只有七億多 等等 你們要去做什麼 做從 研發過程 怎麼樣 變成 有機會 變成產品 這一段 對不對 你不應該去做 後面must production 你看看園區 鼓勵什麼 來這裡做研發 來這裡做Prototype 給他 所有的補助 所有的獎勵 所有的support 但是 了不起 有工廠是什麼 pilot pilot的實驗室 pilot的工廠 但是你剛才提到 談到群創 談到情媒 拜託 這個應該去工業區啊 你觀念不清楚啊 主委 同意吧 我們來推動這個東西 要把學術的 轉換成 我要 我一直推很久 經濟價值 這個很對 沒有錯 都要做 但是我一直在推 到目前都推不動 我一定要來認真推 你這邊切割 那一部分給經濟部 你專門去搞很多很多的研發 在園區裡面 要什麼免稅減稅 通通支持 但是不要去搞must production 你剛剛提那個群創 就是must production 好不好 謝謝